论一个人能有多自律 来看西安科技大学的一名男生 嫌大家晚上洗漱很吵 每天晚上11点准时关水阀 早上6点准时打开 就占关了整整三年 风雨无阻 要不是被抓到了 大家都以为是西科大规定的 倒点停水 果然强者从不抱怨环境 直接改变环境 你说他好吧 他嫌别人洗漱太吵 每天11点去给人家整栋楼断水 还把阀门揣兜里带走 你说他坏吧 他每天早上6点起来 还在给你打开 最离谱的是 西科大在21年的时候 获得了陕西节水型高校的称呼 学校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知道他为我们赏下了多少水费吗 一份荣誉有他一半的功劳 这是我们学校那个洗漱水回用工程 它是19年建设的 当时是16年的时候 我们学校在二号公寓 建了一个小型的一个洗漱水回用 它的日处理能力是20方左右 然后用了几年之后 效果比较好 我们在这个3C这个楼宇 对他进行了一个推广 它的日处理能力 大概在200方左右 它的工艺就是 把所有学生公寓 公共水房的这个洗漱水 通过这种管道收集 到达这个设备里 经过沉淀过滤 然后紫外线消沙 最终达到那个冲测水那个标准 然后水达到楼顶水箱 然后给两边的这个 卫生间进行冲测 然后这个设备的优点 就是限处理 限收集 限处理 限使用 使用比较灵活 然后第二个 它那个社会效益比较好 所有的因为是在学校呢 日常的运行维护 全部是由我们学校 环工学院的学生 老师带着那个学生团队 在日常的进行维护呢 它也有一定的这种 学生示范的效果 它设计的日处理能力是 每天这个磨的处理能力是200方每天 实际 因为它这个楼宇的这个用水量小 它每天日处理的这个水 大概就是25方到30方左右 一年处理的大概量就是1万方左右 没有每天关呀 没有这么严重 已经解决了